我今天來提出一些點 還有我自己的經驗來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讓自己增長見識 變成一個格局更大的人呢 我在剛那個杜拜團還有認識一對夫妻 我在他身上學到一句 影響我一輩子的話 這個爸爸就跟我說 那時候才25歲 我現在40了 我都一直記得這句話 天啊 這才是真正的眼界 對啊 這好衝擊哦 衝擊哦 所以看過要版影片也是一種衝擊哦 那間飯店是全球最貴飯店 大家會覺得什麼東西 要一個晚上住三萬 我就是瘋了是不是 很貴沒有錯 可是你真的是開了眼界 更不要說那團裡面的成員 非富即貴 他們光機票花了240萬 天啊 只有支票 平凡限制了我的想像 他後來就是放暑假就跟我們分享說 他交到一個朋友 油田王子 我說真的有那麼多油田王子 他 藍寶尖尼報社 我說靠那是電影嗎 然後我就說你看難怪你幫他 把格局放大 把眼界放大 你就會發現你以前可能用很小的格局 在看某些事情 然後就看不懂 然後就覺得他膚淺 結果是你沒有入門 結果是自己膚淺 你多去見見市面 即便你的財富的差距很大 其實你也能平心靜氣跟人家聊天 你就是在 然後很容易就跨過那個階級 或者是跨過那個有沒有錢的距離 變成朋友 因為你的眼界是匹配得上的 那你才有辦法真心的去交流他 所以不要讓貧窮限制我們的想像 真的 而是要突破這個東西 去得到更多